i know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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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新入的洗脸神器 這個Foreal Luna 2 這個是他們家第二代的產品 大家可以看一下 前面 後面的一個按摩功能 開始之前先聊一下我的這個YouTube Channel吧 這個Channel呢是我去年的時候 放假沒有事情做的時候 每天都在看YouTube Video 然後我就突然間很想要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生活 因為我很喜歡護膚啊 然後DIY我就想 為什麼不拍下來跟大家 放在上面一起分享呢 然後這就是我初衷 為什麼要有這個Channel 希望大家喜歡 我這裡呢準備了一張紙 就是預防我等一下忘記 好吧我們現在開始 買這個洗臉機的初衷呢 主要是去年年底的時候 注意到自己當時有很多黑頭白頭 然後皮膚出有額頭的話 很容易長痘 那我一直就是洗臉 就是洗不太乾淨 然後我就想要尋找自己的那個洗臉機 然後呢在探索很久之後呢 有兩個映入我眼臉 一個是這個Foreo Luna Foreo Luna 2 還有一個就是那個Clarisonic 相信大家很多人都有聽說 這兩款不同的產品 很多人都是在YouTube上面分享 他們兩個的不同 但我覺得他們兩個真的 兩個都非常好 各有千秋 然後很難就是說哪一個會比另外一個好 兩個都很多人都是兩個都買 就是這樣子 對 我們先來講一下Clarisonic Clarisonic我自己是本人沒有用過的 但是通過我自己的一些research呢 我分析了一下 Clarisonic它去汙能力很強 常適用於那些美品化妝 尤其是化大能妝的人 它大概是200美金到295美金之間的這個價位 需要換刷頭 它有不同型號的刷頭 它是需要每三個月 每三個月換一次刷頭 然後它一個刷頭大概是要30美金這樣子 對我本人來說 我是我一旦買了一樣東西 我不會再要去投資它 所以說我覺得不是太適合我 還有一個就是它 它體積比較大 存在感比較強嘛 然後它充電器有很大 像旅遊啊之類的 就真的還挺 挺麻煩的如果你要攜帶的話 它充電也會比較頻繁 然後它有不同的刷頭嘛 針對不同的皮膚 有普通的肌膚 然後有非常乾性肌膚 或者是敏感肌膚 就這樣子 它其實是自己本身震動 然後把你內部毛孔裡面的髒毛孔 全部都震出來 然後它 它的震動力 應該是差不多 300次 每秒鐘300次 所以說還非常強的 然後它是Waterproof 它洗臉大概是60秒鐘 然後對我來說 Clarisonic 雖然說它非常好 但是我本身是 我平常是不化妝的 即使化妝也是 只是打一個粉底 一個腮紅 然後再畫一點眉毛 然後再塗一點唇膏 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我個人是 不是太適用於Clarisonic 我不需要一個非常 deep clean的那種 那種洗臉器 那所以我就選擇這個 Forealuna 那我們就主重講一下這個 Forealuna吧 這個是Clarisonic第二代 它比第一代相比呢 它的這個刷頭的面積 是大了百分之 大了一半 然後呢 你可以看得到 它是有高有矮的刷頭 這邊上 然後這邊呢 主要是針對T區 這刷頭是比較粗的 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是比較細 它是比較柔軟的 就是 臉頰之類的 然後背面呢 背面呢 它是有按摩功能的 它在官方網上面寫 這個是可以幫助抗衰老 在一些皺紋 容易出現的地方 就比如說眼角這裡啊 然後這裡 下巴 然後頭 這裡都可以按摩 這一款呢 是大的那一款 小的話它是沒有這個 小的話它是沒有背面這個可以按摩的功能的 然後它的price range大概是從200塊到249美金這樣子 然後它是不需要換刷頭的 就是為什麼 我選了它而不是Clarison 因為我不是太想再買了之後再繼續去投資它的刷頭 它的刷頭呢是用 醫用硅膠 所以它是比較安全的 而且它是 antibacteria 抗菌 然後它這個第二代呢 比第一代 面積大 然後它的那個震動頻率是要 是它之前的兩倍 在它官方網上面是說 可以去掉99.5%的dirt和oil 它這個刷頭採用了更加柔軟的醫用硅膠 醫用硅膠大家都知道 這個是比較防細菌的 所以細菌很難滋生在上面 然後它就不需要換刷頭 但是你用的時候呢 就是不可以用那個帶有顆粒狀的洗面奶 因為不然的話 你會對這個刷頭的傷害很大 就是它說一下它背面吧 很多人 很多人說不喜歡它背面 因為覺得沒有什麼用 其實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可以讓我臉部很放鬆 我一般就是擦一些精華之類的 可以幫助洗手 就是這樣子按摩按摩 然後尤其是眼部這裡 我就會停一下 讓它按摩 它有一個提拉的作用 我覺得尤其是脖子吧 脖子這個 我這裡就是天生有 有那種脖子的上紋 然後我就會這樣子按 然後我感覺它真的是會 improve 啦 就是還蠻喜歡它這款的 這款我每天都會用 早晚都會用 早上起來臉會比較油吧 早上大家都知道臉會比較油 但其實你的臉是很乾淨的 我就是用它輕輕的一洗吧 這樣子 它也是一到兩分鐘 不要超過兩分鐘去用它 然後你到不同的區域它會抵震 然後停一下 停一下就說 move on 然後呢我是這個是三月份的時候買的 到現在為止我已經用了三個多月了 四個月了 我只充過一次電 它非常小 其實它就是巴掌大 然後呢 它是送一個熱容包裝 然後你可以把它放進去 我給你看一下它的那個充電器 它就是一個很小的根線 這樣子 然後這一頭呢 你是可以放在電腦裡面充 然後像另外一頭這裡的話 你可以插到它這裡 這樣充 充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你可以用半年這樣子 所以是還是不錯的 像如果你是經常去旅遊 或者是你就是不想經常充電的話 這一款就是很好的一個選 它這款大的它第二代 它是有針對不同皮膚的 我買的這個是normal skin 就是普通的肌膚膚型 然後它有那個ful sensitive skin 然後它還有這個正常的肌膚 它還有給那個男士提供的 所以說它可以選擇的 range還是比較多的 我剛剛開始用的時候吧 我用的太狠 就是你用它的時候 它是震動嗎 它不是靠跟你的臉部摩擦 所以你不要想著就是去使勁的摩擦 它你用的時候感覺是非常好的 然後你就會自然的很重的去用它 其實你不要那樣的 它就是輕輕的放上去讓它自己震動 我一開始不知道 然後我就使勁的去搓它搓它 然後結果我的皮膚就開始泛紅 然後我就開始有一點點就是很痛 刺痛感 然後後來我知道 然後就沒有在那樣用 然後我的皮膚就不會有那樣子的刺痛感 然後早上用一次晚上用一次 就是像我皮膚其實還比較敏感 然後我對這個沒有敏感 我真的是其實挺surprise的 因為我用很多東西都會敏感 還有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proof 就是這一個區域就是會有很多白頭 真的是怎麼樣洗都洗不掉 然後我就用它這個粗的部分 然後這樣輕輕揉 大概洗了沒有一個星期吧 然後我這裡就開始有點脫皮了 然後所有的就開始長一些紅色的痘痘 然後再一洗 然後那些白頭全都在痘痘裡面就被洗掉 然後就沒有 然後還有就是鼻子這裡很多 然後慢慢的就不見了 我這裡現在就是太乾了 冬天太乾了 所以才會這樣 然後鼻頭的那個黑頭也是少了很多 還有就是它控油其實還挺好的 像我就是以前經常洗不乾淨 洗不乾淨 然後臉的時候呢 然後這裡就會經常出油 然後會長痘痘 這款它不是說你用了之後 它就完全不會長痘痘 它是會長痘痘 像我來月經之前荷爾摩那些變化都會長痘痘 但是它可以幫助你清潔你的臉部 讓它保持一個很乾淨很健康的一個狀態 因為太油或者是沒有卸乾淨妝啊之類的 它都不會長痘 我真的我是每天必須要用它 然後我會大概一個星期一次 會去做一下這個按摩 會臉部真的是很舒服 好啦我們現在做一個總結 如果說你是每天喜歡化大濃妝 你需要一個deep clean 你每次洗完臉都需要一個 煥然一新的變化的話呢 我建議你還是選擇Clarisonic 它畢竟是每天你洗臉 可以看到就是很明顯的變化 而這款Foreluna它是一個 比較 比較Gentle 它不會說一下子一天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黑頭白頭 全部不見 它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它是慢慢的慢慢的幫你 就是把所有的黑頭 幫你弄就是弄乾淨 可能你要一個月啊 或者是幾個星期才會慢慢的不見 你不會馬上就會一直會到 瞬間哇這個皮膚不是我自己的那種感覺 我剛開始用它的時候說實在我有點失望 因為它沒有像想像中一下子皮膚就是看起來毛孔小了 或者是白頭黑都不見了 但是慢慢的用它我發現真的皮膚改善很多 皮膚的狀況改善很多 像我現在我只是擦了一個粉底而已 我沒有擦任何的遮瑕 只是一個粉底 然後一點點眉粉 一點點Mascara 然後沒有塗口紅 這是我自己的那個唇膏 可能一點點腮紅吧 但是我擦的不多 然後皮膚其實用了之後皮膚真的是會很舒服 很光滑很有彈性 像好像在做廣告 對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如果你現在想要買一個洗臉機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你的經濟能力 或者是你的膚質 還有你每天的日常需要 根據化妝程度的不同 只是想要一個普通的洗臉機 還是你想要一個deep clean的 都是根據你個人需求的不同吧 如果你們要看到最後的話 我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現在最近在安德萊德澳洲 然後我最近去shopping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買的東西 我現在都還沒開始用 然後我想說下一次 如果你們想看的話 我可以一一給你們做介紹 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再用後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再用後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好吧 我這裡有一半 先說這個吧 這個是我最近買的 我想染頭髮 我想把它染成這個麻布 這個是日本的 它是有泡沫的 可以看得到嗎 就是這個 它是你把所有的東西都加在一起 然後搖滑 它會有泡沫 然後你就像洗頭髮一樣 它就會染色了 但我還沒有決定我現在染不染 因為我問了很多朋友的意見 他們說我這樣黑色頭髮還挺好的 而且我不想就是對我的髮質有傷害 所以我就先不用 等我頭髮再長長一點吧 可能會用會調染一下會 對我其實挺期待用這個 所以等我頭髮短長一點 我看看去用它 然後我今天去Harvard Town買的這個Sukin 我其實一直喜歡Sukin的東西 它是一個澳洲的產品 然後它是百分之百純天然 沒有任何添加東西的 而且它特別便宜 價格特別清明 我之前的那個Cerum 就是精華液用完了 然後我重新去買禮品 我還沒有開始用這個精華液 然後我想先用一下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下一次 它為什麼不對焦 你快點對焦好嗎 這個 OK 好 然後 然後 還有一個 是我買的一個髮膜 我還沒有開始用 然後 它其實還挺香的 據說它不會 它不會很油 然後 就想試一下 有 在網上看了很多 有先說他們家的產品好用 有先說這一款產品不好用 但我還是買了決定 自己試一下吧 然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記得哦 記得要關注我 然後 下次的視頻呢 將會跟大家分享這些東西 然後我還買了一個睫毛夾 這個是日本的睫毛夾 我之前買的睫毛夾壞掉了 然後 就用它 然後 我用了 就是 怎麼說呢 感覺挺難夾的 可能我是手殘擋 然後我就夾不好 但是夾了我發現一整天它都持續那個樣子 這個沒有電 我沒有用電 我沒有用電 或者是用熱風去吹它 它就是一整天都持續那個樣子 還挺好的 等一下 馬上 下一個呢 是這個 Birdsbee Hand Cream 還沒有開始用 這是黃瓜的一支Mask 還沒有開始用 然後 然後 還有買這個薑茶 你看 還有就是我買的幾個面膜 然後 這個是一個唇膜 還沒開始用 在YouTube上面很多人都在用這個 然後我就想買來試試看 然後還有一堆Inisfree的面膜 這個是Rice的 這個是Blueberry的 這個是黃瓜的Cucumber的 我是很期待用它們的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記得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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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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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ao